雖然有專家預估下個禮拜 可能就要迎來疫情的洪峰了 但是這個週末 還是不少遊客南下肯定去散心 後壁湖的海產街 氣氛是很熱絡 人氣跟買氣都相當不錯 觀光客要等差不多半小時才有位置 而面對即將到來的端午廉價 業者是信心滿滿 認為這客人會有七成以上 這是假日的後壁湖海產街 生魚片下刀 把海威蹲上桌 這波疫情衝擊之下 儘管生意受到了影響 但午餐時間 觀光客陸續上門 人氣和買氣還不錯 海產街放有旺趣 餐廳內大約有三成滿 外面的走道 顧客大旦海威 許多都是年輕人來捧場 假日的後壁湖海產街氣氛 頗為熱絡 而接下來短午連假 業者信心滿滿 生意可以衝到六成 據在墾丁的住宿方面 五星飯店的觀光業者 也聲稱廉價會有七成 連續價值還是 還有七成左右 對 還有七成左右 一直沒有匯定金 但是這幾天他有匯了 疫情來襲 何時會到洪峰 專家也都還在密切觀察 但接下來的墾丁端午連假 觀光業會不會面臨衝擊 看來業者頗為樂觀 記者林安平屏東報導